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就由我們來為各位帶給一些 之後要給這些新的產品 首先是我們來的產品 就是我們來的民家傳播電動亞莎 T500 那參與上一代呢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部分的提升 那提升在哪一方面呢 主要來講呢 我們這次所採用的是第二代的磁全古馬達 那我們將它的一個噪音壓的更低 然後它的一個側感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做得更小 所以我們在使用上的體驗來講會更加的舒適 那同時呢 我們依然可以維持到了每分鐘 31,000次的一個震動 然後以及在續航力的秒線呢 我們依然可以長達到18天左右的續航秒線 好那再來的部分呢 我們加入了智慧或壓提醒 這樣的一個功能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在摔牙的情況下 是不能太過於用力 那如果太過於用力的話會導致我們的 我們的牙齒牙齦受損 所以通過這部分呢 我們當在刷牙的情況下 當我的牙刷感受到我的力度過大的時候呢 我的牙刷會自動降低它的一個震度 增加熱態的震度 好那我的刷品的部分呢 同時亮起它的銅燈來警示 警告我們的一個使用者說 你的一個刷牙的力道過大 那進而去提醒我們使用者去調整我們這個刷牙習慣 那因此就可以藉由這款產品 讓我們刷得更加的健康 那在我們刷頭的部分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美國杜邦 高密度無金屬的一個刷頭 那這對這部分呢 我們每根刷毛都有做過這種綠華的處理 所以刷起來呢其實也會相當的舒適 也會感受到刺激 好那對我來講呢 其實好的牙刷它不單單只是刷得健康 刷得乾淨而已 那我對我來講 我希望我們好的牙刷呢 是可以刷得更加的聰明 更加的智慧 好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做到的是我們的牙刷 我們的手機跟米家APP去做一個串聯 那在串聯的時候呢 我們在使用的情況下 它會自動的產出一份報告 那這份報告呢 就可以時時刻刻去透過這份報告 去告訴你說 你今天刷牙的覆蓋力是如何 你有沒有刷得完整 有沒有刷得乾淨 那你可以透過這份報告去 好好解釋我們米家申的小朋友 讓他知道說 刷牙的一個重要性 去解釋他的一個刷牙是否完整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還有提供給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選擇方案給我們的用戶 也就是我們的米家申波電動鴨雙T300 那米家申波電動鴨雙T300呢 其實跟Q5一樣 我們所使用的是第二代的十軒夫馬達 以及呢 它的續航表現呢 可以來到了25天 可以來到25天 那並且它有兩種的模式 可以自由的切換 可以自由切換 所以在使用起來也是一樣相當的方便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來跟各位揭露 我們的一個價格的部分 首先我們米家申波電動鴨雙T500 它的價格是9895元 然後我們米家申波電動鴨雙T300的部分 它的價格是545元 好那相信可以透過這兩款產品 帶給各位更好的一個刷牙的VPA 開始進行各種各式各樣的大創作 那我們也希望這款產品可以帶給各位在生活上 讓我們清潔上有更好的體驗跟使用 首先來講 我相信其實大家家中 現在大家家中 很多都還是使用有限的吸塵器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種極簡輕巧的工具 然後並且我們可以拋開有限的速度 好好的推出我們這款產品帶給各位 那首先我先來講一下 它的一個內部構造的部分 那我們所使用的是高性能的 十萬轉無刷馬達 以及呢它也擁有的是兩萬卡的吸力 兩萬卡的強勁吸力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吸入我們 加裝大大小小的一些灰塵的塵力 那在於說呢 我們也使用的是五重的過濾氣管 好那相信大家也知道 其實市面上很多的吸塵器 那在吸入灰塵的過程中呢 那我們最難的一點是在於說 我們要如何將灰塵留在我們的機身內 那所以我們透過了五重的過濾系統 我們可以將最小0.3μm的顆粒 保存在我們這個機身內 那所以因此我們的進化效率呢 也高達了99.97% 那再來我們也所使用的是 多追風分離的一個系統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系統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有效的將大顆粒跟小顆粒去做一個分離 我們可以將大顆粒的部分呢 直接捨入到杯裡 那再將小顆粒的部分去做一個分離 那你確保我們的一個空力 確保我們的一個空力 確保我們的一個空下 是一個更保持更強而勇力的吸力 好 再來的話 我同時我只要換上刷頭 我就可以有效去深度的去除 我們就是一個%的一個程碼 好 包含說一些像是花痕啊 皮靴等等的這些物品 通通都可以有些硬舉的吸入 那再來呢 我們也有提供了多種的刷頭 可以依應不同的一些場景場合 那包含說像是枕頭 棉被 或是沙發等等 我們就可以配合這樣一個刷頭來去做一些使用 好 包含說系統的部分的話 我也可以換上刷頭 來輕而易決去做到一個吸附打掃的動作 好 那我們這一次呢 也有隨我們的產品附送了 我們這四款的一個刷頭 所以我相信 也可以去足夠應付大家 各式各樣的一些場合 各式各樣的一些場所 那剛剛也講到 就是一些打掃啊 或是說一些吸力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在續航的表現 也是相當的不錯 我們可以來到60分鐘的長續航的表現 那我們在於收納的部分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幣掛十的充電架 幣掛十這種二回一的充電架 所以它可以一邊充電 然後也可以再做到收納的部分 那在於一個收納方面來講的話 也是非常的節省空間 也非常的節省空間 好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來跟大家稍微再重複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家手持無線器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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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的一個總結 好 首先來講的話 擁有的是十萬轉的無雙馬達 以及兩萬part的一個大的吸力 還有它60分鐘的長續航的表現 以及99.97%的一個進化效果 還有99.97%的除蠻率 好 那我們一樣的現場 今天就來帶給各位現場這個時候的示範 準備回家的示範呢 如果還要請小環境的示範 就是讓人感覺得到很難 那你家手持無線器沈進來 單手就是一氣桑的來使用喔 無線的勝利呢 所以騎士提供了 一氣桑的一氣的時間 加速會呢 只是在起跑當中 被人家手持無線器沈倒 那你家手持無線器沈進來使用 除此之外 還準備了其他三種 不同的刷頭組合 可以因應我們在不同的清潔環境當中 來做使用 那特別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的高速浮板刷 可以先用的去除沙發檔 和其心臼上面 百分之九十多的稱讚 當家中的小孩 其家人都能夠遠離共遠 來創造一個浮板的環境 另外製備了一片刀神 有可使用的有精神 而且這個設計 也是一個非常相當甚至的 智慧清潔小環境喔 好 那我們其他東西 讓我們可以吸引力 讓我們有多強勁 好 那我們現在 直接地上一顆籃球 要不要讓我們的 好 那我們現在手指 能不能吸引籃球呢 哇 非常的厲害 大家趕快捕捉一下滑臉 真的非常的強勁喔 好 那我們把籃球 撐起來 這個籃球都沒有做好 好 那大家 一定非常的期待 我們的價格到底有多少 那我們看到了 我們在市場上 其他的競爭品來了 那他們的價位在大概 這樣的手持計程器 大概價位在一萬三千塊 一萬七千塊之間 那我們小米的手持計程器 到底是多少錢呢 4955元 那這個擁有 我們的米家手持 無限計程器LINE 他擁有了超強的吸力 以及超長的時間的 續航能力 同時他也有超高的性價 我想4995元 應該是市面上最便宜的 一個手持計程器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年底的時間 我們這個手持計程器 相對可以幫大家 在打掃家裡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好的防守 那同時呢 我們在明天呢 就是12月12號 中午12點鐘 我們在我們的小米網 還有我們的小米實體人士 PC Home 全國電子 我們會搶先開始預購 那預計呢 我們在12月17號 我們就會同步的 在這些中午開辦 那剛剛若也提到的 三下新的商品呢 就是米家調理機 還有我們的電動牙刷 D500和D300 一樣在通過 在12月17號的上午10點 在我們上市的中午呢 可以同時來開辦 當時可以吧 上午10點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